来看到疫情走向 现在整个淘姬的群聚案 持续扩大 包含这个联邦银行的 整个传播链 主要是要案17360 传染给相关在物流公司 上班男朋友 包含牛排馆的公读生 也确诊 这个连带让西堤的 五位人士都感染 其中还包含两名 不满五岁的顾客 中立高商女学生 在西堤牛排打工 染上新冠肺炎 学校停课紧急清销 桃圆市府召回 全校师生2000人 进行PCR筛检 筛检站从原本九个 再新增学校一个 要和时间赛跑 抓出隐形黑数 之所以影响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联邦银行 这条传播链不断扩大 17630 这个是践行分行 第一个确诊的员工 妈妈确诊 那另外她的友人也确诊 这个友人也是聚隔中 她是在某物流公司来上班 家人有四位居隔 那自主健康管理一位 航员案17630 已经传染给母亲 还有在物流公司上班的男友 加上航员和同事到西堤牛排聚餐 让就读中立高商的工读生染疫 再传染给餐厅员工案17801 以及两名不满五岁的顾客 案17802 17803 以及另一名餐厅员工案17805 家人五位 学校的师生 同班同学等 有40位 安排到集中检疫所 虽然它是不同桌 但是看起来 它这个传播力是很惊人的 所以除了这工读生之外 另外有两个员工 以及两个家庭聚餐的幼儿确诊 工读生家人 就读了两所国小预防禁停课 另外行员案17717 承染给母亲案17773 而案17738 承染给丈夫案17771 丈夫驻新北市 在北市工作 正扩大疫调中 虽然她生活相对单纯 但北北基陶是共同生活圈 相关单位不敢大意 东新新闻在桃源报道 而的确现在疫情延烧到 现在重挫餐饮的股价 包含晚品跌幅了1.18% 另外还包含瓦城 跌幅也超过1% 连带其他同行的餐厅 现在赶紧备战 要防堵Omicron肆虐 那么有些人是用无人的咖啡机 有些人则是使用手机来点餐 前菜到主餐再到甜点 都有店员轮流端上桌 联邦银行行员到吸体用餐 结果外场公读生确诊 哪个环节感染 可能是拿菜单询问点菜 也可能是上菜介绍时候 疫情升温让网品股价反律 最低来到125块 收盘在125.5 跌幅1.18% 尽管瓦城市内厂厨师确诊 股价也弱势跌 最低来到212.5元 收在213 跌幅也超过1% 两间餐饮集团发声明 强调暂停停业 进行清销 一切配合政府防疫规定 同样是餐饮宴 其他同行餐厅绷紧神经做好备站 想要点餐了 店员很忙碌 没关系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隔空点餐 从看菜单到点菜 不用找店员就能一机搞定 而且每张桌上摆上酒精 让客人随时消毒 另外就连上桌收桌时 店员全程戴上手套 客人离开也在用酒精消毒 回家或者是进餐厅都会洗手 然后也有带酒精在身上 不止美式早午餐厅 进行隔空点餐 来到回转寿司店 除了看回转台上的寿司 如果你想要点别的 现在也不用跟店员说 直接跟平板说 透过平板点餐来减少 和店员的接触 另外还有这一招 手机扫描 咖啡现磨现充 无人机咖啡机 连付款都是电子支付 在疫情期间 刚好也是大家都使用QR Code 所以让我们在推动 这样的无人商机的时候 反而更快速 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不然就要确定 口罩戴好戴对 才能不让病毒有机可趁 东西文正网上 留言在台湖堂 好 头对话题 我们持续关心到 为了防堵 Omicron肆虐 除了整个境外 是必须要守好之外 包含人人自为 大家也希望 自己赶快去打疫苗 但是打疫苗 却被指控说 因为打了疫苗 罹患了癌症 而且抱怨医院 并没有帮他通报 这位工程师 他在打完两剂AZ之后 接着开始出现疫状 包含发烧 甚至颈部肿胀 赶紧到医院求诊 居然是罹患了急性血癌 那么家属现在怀疑 这和打疫苗有关系 毕竟他前一天 还完全没事 那么甚至医院 没有帮忙通报 他指控说 影响到他的权益 今天晚上 其实指挥中心已经说了 因为没有相关的 研究证明有关 卫生局接获消息之后 正在帮家属申请 要害救济 看着先生生病前 帅气潇洒的照片 再看到他在打了疫苗后 因为血癌 躺在病床上 报寿10公斤的模样 家中还有一个9岁的小孩 黄太太 真的不敢再想下去 如果我因为一个疫苗 失去了一个丈夫 谁能够承受得了 41岁的黄先生 在2021年7月30号 打了第一剂AZ后 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10月27号打第二剂后 刚开始没有异常反应 但是两三周后出现严重发烧 骨头酸痛 颈部脏的情况 多次到诊所就医 没有好转 12月5号到医院就医 检查是急性骨髓白血病 也就是血癌 随后展开第一阶段的化疗 但是失败了 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化疗 同时准备骨髓移植 由于黄先生原本只有 鼻肝带圆的问题 打了疫苗 却被检查出罹患血癌 也让家人质疑 疫苗的安全 我们完全没有病死 我们就是打完疫苗 变成这样 为什么不觉得是疫苗的关系 那这样子我们后续的照顾 后续的医疗 后续包含先生都没有工作 我们有小孩要长期的医疗费用 谁来帮我们负责 由于医院并没有向 疫情中心通报为 疫苗不良反应 让家属不能接受 疫情中心则指出 台南新北都出现 接种疫苗后 出现血癌的情况 但是从文献上 并没有看到关联性 目前在文献上 并没有收到说 这个有关血癌 跟COVID-19疫苗 这边有相关 那当然这个个案部分 也请这个医师协助通报 外申局则是已经接到消息 要协助患者通报疫苗 注射不良反应 同时申请药害救济 减轻家属的负担 东森新闻SNG小组 唐卫恒高雄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的确非常同情 这位家属的处境 毕竟他刚刚说了 打完疫苗 他就要失去丈夫 谁能够接受 我们也想要帮他找到答案 打了疫苗 真的有可能得血癌吗 毕竟国内出现 打疫苗之后 出现血癌的患者 或许他是第一位 我们实际问到其他 包含台大专业的医师 他们以目前来说 医学上并没有证据 这个病患在发病之前 可能是碰巧 接受到疫苗注射 血癌的成因其实非常多 包含基因突变 包含泛射性的环境 也包含相关的化学品刺激 但是文献资料 就是没有包含打疫苗 或许有待查证事实 还有待一段时间 打了疫苗 可能得到血癌吗 国内接连出现 打疫苗后 诊断出血癌的患者 两者到底有无关联性 医学上面有这个证据这样 我想有可能是 刚好时序上的问题 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发病吧 然后发病之前 他又碰巧不巧 接受了疫苗的注射这样 医师分析 若是得血癌 可能会出现包括 头晕喘 莫名出血 像是牙齿流血 皮肤出血 以及莫名的发烧 若血癌患者 是打了疫苗过两周后 才出现发烧 那可能是血癌发病 而非疫苗的副作用 医师翻了国外的文献报告 发现只有三位 T细胞淋巴流患者 打了疫苗出现病况复发 或是恶化的状况 但强调一位是没有接受过治疗 而且这只是案例报告 不代表和疫苗有关联性 只有很少数的案例报道说 他已经有确诊了 某很少数形态的 T细胞的淋巴流 那他在接受 不管是MRNA疫苗 或者是AZ的疫苗 或一些皮肤上的 T细胞淋巴流 有复发的现象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分析 目前专家学者 提及的血癌病因 包括基因突变 暴露在有放射性污染的环境 病毒感染以及体质的因素等等 台大医师强调 不会打了疫苗就得到血癌 东森新闻林少益成 近一在推报道 确实现在疫情升温 我们还是呼吁观众朋友 能够打疫苗赶快去打 才能够有效的预防重症 毕竟现在整个群聚案 烧到餐饮业 大家也很担心 未来会不会进内用呢 我们来看到 到底是怎么烧到餐厅的 主要是因为 之前歌友会的群聚 再增两名的确诊者 那么这么刚好的事 其中一名确诊舰车司机 他常到歌友会嘛 传来给他的女朋友 女朋友的儿子比较特别 他在瓦城的餐厅那场 当厨师 接触者都还在一调当中 另外居服员 传来给他的干妹妹 干妹妹又传给丈夫 不过他是在隔离期间 确诊的 所以对社区的威胁 相对比较小 那么不得大意 包含IKEA桃源店 中立店 还有这个星光三月正前店 以及相关中原院士 通通进行大清销 原本应该人来人往的 桃源火车站前 星光三月百货门口 人烟稀小 清销人员拿着用具 在周边来回喷洒 因为这里也成为 确诊者的足迹点 另外还有中立好事多 1月9号 10号 有确诊者来过 就连中立火车站 确诊者也来搭车 中立火车站是人潮聚集之处 而有确诊者搭乘台铁 1138次区间车 从富刚到中立火车站 而且足迹多达5天 也令人忧心 14号 桃源市政府公布的足迹 除了1月6号台铁 星光三月桃源站前店 7号 西堤牛排 中立中山店 8号 大人阀中立店等 9号则有IKEA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 好事多 10号 11号 中立环中东路黄昏市场 还有11号的中原夜市 而桃源疫情 持续新增 本土确诊个案 除了西堤餐厅 和联邦银行 践行分行之外 歌友会群聚 也在增加 新的确诊者 按17368 常去歌友会唱歌的 计程车司机 又传给女友 和女友的儿子 令人忧心的是 确诊的女友儿子 就在桃源瓦城餐厅 中正店 担任那场厨师 虽然在 计程车司机 确诊后 编列为 自主健康管理 但还是有在社区活动 相关接触者 都还在疫调当中 居服员 一人传给10多人 也在持续延烧 这名居服员的干妹妹 10号确诊后 14号确定 再传染给丈夫 不过因为 她是在隔离期间发病的 所以对社区威胁小 县府等相关单位 持续抓紧时间一调 避免疫情爆发 是扩张 影响民众过年 东森轩总的报道 而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现象 是民众赶快 抢打第三剂疫苗 但是整个系统 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到 像是现在台北市 新北市 或者是台中 有设立一些接种站 有不少民众是抱怨说 我明明预约成功了 但是我到现场 却被阻止 没办法打疫苗 主要是因为 他们打完第二剂 到现在还未满12周 他们抱怨的是什么 你明明是不能够预约 但是实际上系统 却是可以登陆 这让他们觉得 整个市场的安排 是非常的混乱 另外还有民众 想要接种的是 第二剂也频频碰壁 到现在不知道 怎么接种 我们来看看这个环节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明明真的 我给你看 我没有骗你们的 民众超崩溃 因为好不容易 抢到疫苗第三剂 到现场 才知道没有间隔12周 我成功了 你现在说不能打 那你就不要让我成功啊 对不对 是你们的系统的问题 现在又说我不能打了 要下礼拜三 我不要预算什么就可以 那不对啊 新北市开四个中大型接种站 包括三重永和 都有点才先预约再施打 但不少民众扑空 都是因为未满12周 造成的困扰是 很令人讨厌的 令人沮丧的 既然错了 你就要承担 承担以后你就让我们打嘛 为什么要我跑一趟呢 没有道理嘛 这个说要三个月 那我没有到三个月 就差三天而已 可是我有接到里长的通知啊 对此新北市卫生局强调 都是一着中央规范 一定要满12周 才能打请民众见谅 但也有人是没预约 做跑来打 搞得现场 医护盲翻 目前能随到随打的是 机动接种站 包括领口三井奥勒 和新装宏会广场 不过也有人是想接种 第二季也预约卡关 打去诊所 诊所都是说 我们是透过 192平台的名单 下去指打的 然后打给192 192又说 那是谁让谁打 那你要跟诊所询问 我后来打给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就是政府 又给我医院的 或诊所的电话签 打了一天一夜的电话 就是约不到 不论是问诊所 医院还是新北市政府 都问不到 让他很困扰 很麻烦 那我也很混乱 说我的第二季要去 要去哪里打 因为依照新北市府的说法 第二季是随到随打 但光是第三季就被抢翻 也难怪第二季 会预约碰壁 董神新闻终合报道 而今天最重要的国际消息是 其实中共的二十大 即将快要召开了 他们提前做了一些人事布局 这个人事布局 也被人意测 真的动作太明显了 台湾学者就发现 其实近年开始 中共一连换了 三个战区的将领 包含您可以看到 中区的司令林向阳 还有王秀斌 以及这个何卫东等人 他们都是谁呢 或多或少具有这个 占台海的资历 那么由于过去 其实中国十八大的军委会 接连的梯队被称为 这个叫做越战帮 所以预估今年二十大 可能就叫做台海帮了 接连这些成员 都开始浮出台面 而同样其实在去年时 他们的公安部的副部长 叫做孙力军遭到双开 也就是开除党籍 还有开除公职 那么昨天13号 也正式对孙力军提起公诉 而明天开始 其实礼拜六的当局 就要反映的是 反腐的这个 纪录片要播出 没有想到预告当中 竟然还出现 孙力军的忏悔告白 中共二十大 今年九月就将召开 那是习近平 寻求第三任期 中国国家主席 中共总书记的关键时刻 随着台海情势诡调 中共二十大 是否会在军委会 有大幅调整 引发关注 尤其从今年开始 中共一连换了三个战区将领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林向阳甚至长期在东部战区任职 熟悉对台作战事务 也是解放军唯一任过三个集团军军长 有学者分析林向阳 黄秀斌和魏东 近来受到拔拙 他们的经历都是在解放军攻台作战 有相当重要性战区的台海帮 因为中部战区被视为总预备队 可以海上航渡运送大批装甲车 坦克等作战装备支援战斗 南部战区则是经常进行电子侦查 水下探测 被视为担任海上封锁的大任务 而更不用说解放军东部战区距离台湾最近 一直以来被视为攻台主力 因此中共二十大中解放军人事调动 若是台海帮扶上台面 恐怕台湾更要小心 而习近平一直以来深知强杆子出政权道理 连非习派自己人也一一拉下 好比去年大陆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早岛双开 经过数月调查后 常春市人民检察院13号正式对孙力军提起公诉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事前受贿操纵政权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案 如今的罪名看似清楚 然而去年孙力军遭开除党籍和公职时 中纪委是这么说的 经查孙力军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成火作事控制要害部门 像是成火作事这个罕见资言 让专家认为孙力军案并不单纯 因为孙力军其实是江系是上海帮 而在北京当局心中 孙力军恐怕犯的是谋反罪 而就在19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召开前夕 北京当局推出了反腐专题片林容忍 赫然出现孙力军的忏悔 免得自己成为一个法治建设 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中共人士的调动布局 都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核心走向 在习近平来看 解放军或是重要人士都得当他的后盾 东新闻 陈慧珍 林培宜报道 不过我们说到中国四川 这是发生天灾还是人祸呢 这座水利发电厂12号 因为闸门突然间变形爆裂的关系 整个河水灌入电厂 附近小镇全部淹水 多条道路的路基还被冲滑 上百人撤离 根据我们了解 至少酿成七个人死亡 八个人失踪 那么居民回忆当时听到巨大的声响 还以为是大地震 接着看到大水涌入 只能拼死命的往高处跑 警报声响起 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惊慌向外奔逃 这间大水开始蔓延 几秒钟的功夫就让道路变河流 车辆都浮在水面 为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的关州水利发电厂 12日传出漏水事故 根据调查 事发原因是三号机组在维修时闸门爆裂 导致大量河水流入厂房 多名维修人员受困 截至14日上午为止 有7人罹难8人失踪 150人被紧急撤离 河水迅速扮演 导致部分道路路基被冲毁 许多车辆都泡水 过了五六个小时 水才逐渐退下 当局投入400名救援人力 用大型挖土机将水利发电厂周围都堵住 减少厂房净水 再透过抽水方式降低内部水位 有工作人员表示 关州水电厂先前才曾经停工检修 12日才开始输水发电 就发生事故 这次被淹没的机房一共三层 因为水利发电厂旁的河床水位 比厂房还高八公尺 河水一淹入 冲击力道之强 让闸门变形无法完全关闭 积水难以排除 才会酿成意外 当局已经成立事故调查小组 厘清责任 向饱受惊吓的当地居民好好交代 德选回中心综合报导 而说到警告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 就乌克兰的问题 已经举办了第三场的谈判 但是各国代表透露讯息 都代表着 这整个谈判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怎么说呢 包含波兰的外长已经警告 欧洲现在面临的是 30年以来最大的战争风险 美国代表则是说 整个战争的鼓声大作 就连俄罗斯的措辞都变得很强烈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 接受媒体专访 他们竟然说不排除 要在中南美洲部署经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强烈地警告美国 而且当年的古巴飞弹危机 可能重演 为了解决无二危机三场的外交谈判 亚洲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 与俄方谈判结果 周四溢出近视悲观讯息 美欧都坦言谈判进入死胡同 因为分歧完全没化解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绝对不可加入北约 但美欧都不给肯定答复 外交斡旋僵持不下 俄罗斯态度也更加强硬 俄罗斯副外长此话一出宛如将重现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 那是美苏冷战的危险最高峰 情势难解的13天差点把全世界推向核战 当年古巴领导人卡斯楚同意了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 把苏联SS4中城与长城核子弹道飞弹部署在离美国 不到150公里远的古巴 美国U2侦察机拍下核弹危机逼到美国门口 一度美军海上封锁遭遇苏联船舰硬碰硬 美苏插点擦枪走火 最后美国同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他意大利的飞弹 苏联也撤走古巴飞弹 或许如今普丁正打着陆计重施的算盘 请非洗笔 古巴或许不会答应俄罗斯部署 非但然而美国参议院 打算祭出制裁普丁草案 遭克里姆林宫警告 制裁普丁是同断交 美俄之间边谈判 边比谁呛得更大声 美俄过招就怕一个擦枪走过 东西闻 江一琴可以报道 而最近天气很冷 提醒大家做好包囊工作 那么如果您在这么冷天气 看到敞篷车在路上跑 会不会好奇 是不是真的很冷啊 我们实际问到 北宜女神支撑的网红 她叫艾菲 她说有这个电热椅法宝 不过电热椅使用上要特别注意 不能中压 不能踩踏 还要定期去开启 否则里面的线路会出现洋化 帅气敞篷车开在路上 拉风又抢眼 不过现在降温 阵阵寒风难道不冷吗 有北宜女神支撑的网红艾菲 就说一点也不冷 因为她有这个法宝 像今天的天气 我穿薄薄的一件 算是打底衣吧 我开篷 然后加电热椅的状况下 是完全不会冷的 所以帮大家破解这个迷思哦 不过电热椅到底实不实用 民众倒是分成两派 有人认为是最废配备 也有人说根本是冬天的一大福音 电热椅呢 其实驾驶座 以及副驾驶座都有 而且它的热气呢 是直接从椅背到坐垫 全部都可以感受得到 不止如此 还可以依照个人需求 手动调整 低中高控制温度 以最高来讲 大概是冷体温度40度左右 虽然比身体温度高 但也算暖和 虽然车上都配有暖气 但暖气风反而容易让车内通风不凉 容易有闷灶感 从这边你开关开了以后 它这边就会通电 然后做加热动作 不过使用上的专家提醒 有几点还是要特别注意 有的时候车主呢 因为东西太多 想要把它放到对面的椅子上面 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膝盖重压在这个椅垫上面 里面的线路可能会因为重压而断裂 造成电热椅坏掉 除此之外 也要小心小朋友在上面跳 而且其实不止冬天要开启电热椅 一段时间就要开启通电影下 才不会让里面的线路 出现氧化的问题 不然维修起来 费用可不便宜 要整组换掉 最高可能要破10万 它不太会去做维修的部分 会整个椅子换掉 它们都是多功能椅 它可能还有动态 然后有电热 然后有能够吹凉风 对对对 然后电动调整 非常多的功能 虽然电热椅几乎都是要原厂选配 额外加装大约要花两万元 也有民众会选择到卖场 买加热店来用 不过因为不是一套包好好 包覆性还是有差 容易滑动 效果就不会这么大 就像重机需要电热把手一样 这都是很需要 我是觉得有需要的 冷气团来袭 开车不只要帅气 也要让身体暖呼呼 东森财新闻 黄富翔 傅一文台北报导 地检署现在是指挥 法国部联政署 兵分30多路 大规模的调查 宜兰县政府 县长林姿妙虽然被约谈了 但是呢 您可以看到他下午 踏入地检的时候 疑似真的是心神不宁 还差点跌倒 那么整起案件 目前最新消息是 一名代理处长 还有一名科长 遭到生压获诊 宜兰县检署指挥法务部联政署 侦办宜兰县政府 罗东政公所等机关人员 以涉贪污等罪弊案 兵分30多路 大动作进行搜索 县长林姿妙 也被带往联政署 和地检署约巡 只是对比上午9点多 林姿妙被请回脸上挂着笑意 当林姿妙步入宜兰地检署时 神色凝重 甚至差一点跌倒 而对于相关案情 牵扯约30名相关嫌疑人和人证 林姿妙三间其口 但不只林姿妙涉入遭约谈 就连林姿妙的二儿子林又泽 大女儿林逸林 还有亲戚林树梅 也都遭到约谈 但是最后都无保请回 这一回主要是针对 宜兰县政府108年罗东土地免征增值税案 109年罗东土地都市计划变更案 罗东政公所108年晚会半桌布置标案 还有若干疑似财产来源不明等案进行查证 县政府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琴 5点15分遭到申请鸡押禁件 县府农务科长吴东元也遭申请鸡押禁件 他所变的这些情节 我们认为有查证 进一步查证的必要 所以我们会查证以后 这个我们会再继续争败 其他包含罗东政公所行政室主任赵宏勋 罗东政公所人员黄耀志 宜兰县商业会前理事长陈正勋 涉贪污治罪条例 前宜兰县议员刘时纯 还有一名灵性男子设计伪造文书 各10万元交保 地震处长杨崇明 则是因为诈欺取材 最嫌疑5万元交保 讲一下 讲一下 这个要不要 这回简连大动作搜索 调查县府四个局处 涉入人士聘用 还有教师征选 土方问题 重划土地开发四案 县府气氛紧张 地震处长杨崇明办公室 除了关门 还把对外警官窗贴上白纸 不让外界拍摄 由于案件牵扯层面广 相关单位仍然持续厘 试案人员还有案情 东森新闻中的报道 好 确实现在层面非常广 那一切都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我们来看到其中一个 检方有最新的表示 他们主要是针对 罗东土地的相关案件 进行查证 就是因为呢 其中当初有一块土地嘛 被称为机关用地6 那么107年的时候呢 代理县长陈经德 就把其中呢 105顷的跟1.3公顷的土地 突然间变更为机关用地 之后呢 林子庙上任之后 然后变更为住宅用地 最近因为议员炮轰 又改回机关用地 到底为何这个用地 要改来改去 他们要查的一个重点 就是背后是否涉及土地 检方指出其中涉及弊案的 109年某罗东土地 都市计划变更案 就是罗东运动公园旁 公保区这一块 1.3公顷的基6用地 由于土地编定 改来改去 要追查理清 背后是否涉及土地 这一大块土地 被称为机关用地6 是检方侦查 宜兰县府相关人员 设弊案重点 107年 当时代理县长陈经德 把近近50年 面积105顷的土地 和1.3公顷住宅区 变更为机关用地6 导致土地价值受影响 但林姿庙上任后 评估无力动之6亿 征收基6 变回住宅区 但议员炮轰之后 再改回机关用地 地杰征收 保留住家 地主抗议 原来在基6附近 是大罗东地区 治水防灾区断征收案 征收案和周边土地 共12单元 部分地主认为 县府征收不公 联阵署和检方调查 承办的建设处 代理处长吴朝勤 农务科科长吴东元 涉嫌土利地主 被检方证定 涉及弊案涉嫌重大的 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勤 以及农业处 农务科长吴东元 他们承办一起开发 金费50亿的征收案当中 明明大规模的农业用地 已经陆续变工为 非农业用地 却还持续包庇地主 不用客针 像是土地增值税 以及遗产税等相关税收 目前两个人 遭法院裁地 积压禁建 由于征收案 背后有庞大利益 连阵署和检方 将持续分析两人金流 也不排除县长林姿庙 有事先知情的可能 东西文在一栏报导 而最新的选情分析 是2022台北上选战 副市长黄珊珊 已经表态要参选 不过民营党议员 王世坚倒是认为 你市长科文哲 在关键时刻 一定会牺牲黄珊 换取跟国民党合作的伴手礼 对此科文哲很不高兴 干净反击 他说 王世坚以前就号称 叫做扶龙王 几乎他讲的每一个事情 都会颠倒发生 他会牺牲黄珊珊 来交换他 科文哲 他们民众党自己的政党利益 王世坚断言 科文哲未来将亲手断了 黄珊珊的市长路 牺牲黄珊珊 关键时刻 退出台北市长选举 成全国民党 当成他跟国民党交好政治交换的伴手礼 国民党很清楚的 也会还给科文哲 一个走路工 就是新竹市长 给高宏安 用黄珊珊来换取蓝白在新竹市的合作 王世坚的推测听起来确实有可行性 但科文哲不以为然 科文哲除了要面对年底市长接班问题 自己未来的路也要思考 尤其传出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宏都拉斯 届时过进美国 被认为是2024的起手势 我们去参加中南美洲国家的总统就职典礼 总统都去得副总统去有什么奇怪 这很正常 我跟你讲三月份出往美国这件事 如果疫情这样继续蔓延下去 我看就算了吧 年底就要选举 但当前还是要先稳住疫情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讯息不间断 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森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喔 赶快来按赞